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白俄罗斯文化之旅 今天我们来讲解人生礼仪中的最后一个礼仪 丧葬礼仪 丧葬礼仪在白俄罗斯民族的人生礼仪中 被赋予很高的文化地位 当家里有人去世后 逝者的子孙两代亲人 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至亲 都要退出或者说被排除出传统的节日立法体系 那么至亲在一年之内都要着身色服饰 谨言慎行 尽量保持安静 不能举行或参与任何庆典和宗教仪式 而要转入一套特殊的 零三九四十一年这样的追思时间节律 白俄罗斯先民的传统观念和基督教的教义 都认为灵魂是不灭的 而且在人去世之后 他的灵魂不会即刻深入天堂 他要经过重重的考验 所以零三九四十一年这样的追思节律 其实是标志者死者的灵魂 深入天国的每一个阶段 死亡不可避免 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死亡的具体时间 很多白俄罗斯人认为 那些突然离世 没让自己受罪 也没让亲人受罪的人 都是有福之人 但是更多的时候 人在去世之前都会经历一段垂死挣扎 这不仅让将死之人受尽折磨 也会让他的亲人痛苦万分 为了减轻死者将死之前的这种痛苦 守在他身边的亲人呢 要完成一系列白俄罗斯民间熟知的特定仪式 比如说 为了放飞死者的灵魂 也就是说 让死者灵魂尽快的离开他的肉体 减轻他离世前的痛苦 家里人呢 要把将死之人的衣服扣子全部解开 然后打开所有的窗户 箱子 或者是炉子的门 有些情况下 可能还会把天花板顶盆梁都掀起来 或者呢 在天花板上捅几个窟窿 同时呢 要取走他头下枕着的 我们活人枕的羽绒枕 因为白俄罗斯俗信认为 羽绒是会延缓人厌气的 那么这样呢 要换上一个里面装着树叶啊 调柱枝啊 或者是豌豆杆的一些葬礼专用枕头 或者直接放一把调柱来代替枕头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给他挪个位置 让他的脚冲向床头 也就是说 提前将他摆放成死后从家里抬出去式的这个方向 同时呢 要在人去世之前 提前把家里的镜子蒙上 把家里剩下的水都泼出去 白俄罗斯明娟还特别讲究 为了生者的健康 在死者弥留之际 绝对不能让未成年的孩子 或者孕妇靠近这个人 那么为了确认死亡 以前的做法呢 就是找一面小镜子 把小镜子呢 放到死者的嘴前等一会儿 如果镜子表面是湿的 说明这个人还活着 如果镜子干了 那说明这个人已经真的死掉了 死后呢 这面镜子就不能再用了 一定要把它扔掉 所以白俄罗斯人是从来不会在路上捡食镜子的 一旦确认死者已经死亡 那么要马上把家里的大挂钟 或者坐钟拨停 而且死者的手表也要拨停 直到一周年计的时候 才能恢复这些钟表的正常运转 白俄罗斯认为啊 拨停钟表标志着死者与生者世界的中断 标志着他即将进入已故先祖的世界 然后呢 要马上给孕妇和家里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在腰上系一根红腰带 来做护身符 守护他们 而且要用衣服把红腰带遮起来 不能让外人看见 在把死者抬出房间的同时 要用白布 把死者房间的镜子啊 玻璃制品等等 这样一些反光的东西 全部都遮盖起来 白俄罗斯西部的民众呢 大多信仰天主教 那么他们的习俗呢 是用黑色的布来遮盖这些反光的物品 而在更早的时候呢 不是用布来遮盖镜子 而是把镜子反过来 让镜面朝墙去摆放 此后呢 家里人会马上给临街的窗户上 挂一条白色的长条巾 向村里人宣告家里出了丧事 那么所有敞口容器 比如说桶盆 而里面渗的水呢 全部要倒掉 按照白罗斯人的信仰 他们认为 如果不把这些水及时的倒掉 那么死者的灵魂 就会在彻底离开家之前 到这些水里来浸身 这个会给家里招来新的不幸 死者去睡一小时后 遗体基本冷却 这时候呢 才可以将遗体放到地板上 为死者进行浸身仪式 浸身仪式呢 一般都是要由那些 不再打算生育的人来完成的 那么白罗斯传统的 丧葬礼规定啊 浸身仪式 最好是在白天进行 可是如果死者 恰巧是在晚上去世的 而刚才讲的习俗又规定 必须要在死后一小时浸身 那么这样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浸身的水 要放到第二天早晨 才能倒掉 白罗斯民间认为 给死者浸过身的水 和其他的丧葬仪式用一样 在死者死后40天内 都是具有导致他人死亡的法力的 所以这些水 在倒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倒在人和家处 都不会路过的地方 浸身用过的肥皂 毛巾 包括死者去世前穿的内衣 和他睡的被褥 都要在葬礼后烧掉 或者埋掉 浸身完成之后 下一个丧葬仪式呢 是更衣 白罗斯人讲究 给死者穿的这个兽衣呢 必须是全新的 而且大小一定要合身 人们在活着的时候 在晚年 会提前准备兽衣和兽鞋 但是呢 这个在生前只能穿一次 那么目的就是要穿着 这样的衣服和鞋子 到教堂去圣化 这样的衣服和鞋子 如果家里很穷 没有新衣服 那么给死者呢 也可以穿旧衣服 但是必须是干净的 如果死者是一位 还未出嫁的姑娘 那么就要给他穿上 教堂婚礼时的礼服 让他在那一世 做永远的信仰 此外呢 白罗斯人在接受了 基督教信仰之后 还会给死者戴上 贴身的十字架 或者在他的额头 放一个带有耶稣基督 圣母和先知约翰圣像的免 给他的手中呢 要放一个小十字架 或者一小块圣像 还要放一个毛巾 这个毛巾是干什么用呢 白罗斯人认为 人在去世之后的第四十天 要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 这个毛巾呢 就是让他在接受最后审判时 擦眼泪用的 给死者更衣完毕后呢 人们会把死者挪到一条长凳上 或者是一块板铺上 一般来讲 停放男性死者的长凳呢 要安置在红角的右边 停放女性死者长凳 要安置在红角的左边 这也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 白俄罗斯传统观念中的 左右方位观 为死者近身更衣的同时 要有另外一拨人 专门去为死者准备棺木 那么棺材的尺寸 只能是在人死后去丈量 绝对不可以在人活着的时候丈量 人们会把做棺材产生的爆花全都收起来 放到死者的枕头 或者是棺材的底部 或者埋掉 但是不能烧 因为白俄罗斯人认为 凡是闻到焚烧棺材爆花烟味的人 都会倒霉 把死者的棺材做好之后 就要将死者入脸 那么棺材呢 要沿着房间的对角线安放 让死者的头冲向红角的肾像 脚呢冲向门口 所以呢 白俄罗斯传统习俗规定 活人睡觉的时候 脚是不能够朝向门外的 同时呢 要把死者身前常用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眼镜啊 你试的梳子呀 或者是发卡 这些常用物品呢 都放到棺材里去 同时呢 还要在死者的头顶 放一个装有黑麦种子的桃罐 或者杯子 再放上一根雷神结的蜡烛 在葬礼结束后 这些黑麦的种子都要埋掉 是不可以吃的 燃进的蜡烛头呢 要拿到村子的教堂里去 放到专门放蜡烛头的地方 根据古斯拉夫的传统 死者可以在家里停放 一到两个晚上 但是死者的遗体旁 必须一直有点燃的蜡烛 那么蜡烛的数量呢 一般是三根 同时呢 不能够将死者单独的留在房间里 一定要有人为他祈祷 或者在他的遗体旁 平静的谈论他生前之事 或者谈论目前葬礼的筹备状况 以及家中未来的前景等等 哪怕这个守他的人 只是一个也可以 为了延缓遗体腐烂的进程 在过去的条件下 要尽量防止新鲜空气进入屋内 所以呢 在死者在家停放期间 要关闭所有的窗户 而且呢 要在死者的身下 放一些柳树或者橡树的嫩汁 相当于现在 我们用的高门酸钾溶液的作用 那么根据白洛斯民间的俗信 死者在家停放期间 家里人禁止拖地 洗衣 或者准备丧烟吃时 否则呢 会给亲人招来无法治愈的疾病 好 下面请进入今天的白鱼小课堂 wo personalities 我这里中的读为 毛许法 用操控制 不要它的 Falени 字 morning 我们 Likewise 稍下 我的话 用ただ 水 操控制 на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ве молодцы до побочения